那我祝林部长步步高升 指挥官陈时中一句步步高升 里面包含了很多情绪 因为年底台北市长选着 民进党被点名的人有陈时中外 还有就是中俄立委辅选有功的 前交通部长林家龙 不论是林家龙部长或是陈时中部长 我相信我们绝对都有信心 提出任何一个人选 我们都能够赢得最后胜利 算绿营台北市长人选还没有出炉 不过传出民进党内部一月份 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民进党如果是陈时中出战台北市长 支持率24.6% 蒋万安则是31.6% 黄山山25% 不过民进党如果换成林家龙的话 支持率21.5% 蒋万安31.2% 黄山山24.8% 陈时中只比林家龙多了3.1% 而两人都落后给国民党的蒋万安 甚至还被黄山山吵车 同一时间网路媒体的民调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绿营派出陈时中林家龙甚至还有小美琴都被点名 不过他们都落后给蒋万安6-11% 对此林家龙办公室也发出声明 除了感谢历见他选北市的人外 林家龙表示防疫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作 市政治理的面向除了防疫以外 还有许多复杂的议题值得研究 蓝白阵营人选都已经站上起跑线 疫情不但关系到防疫政策 也跟绿营的台北市长选战息息相关 华语新闻李温宇杨纸玉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机市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